糖尿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,越来越年轻化,得了糖尿病,血糖就是控制不好。 常常听到糖尿病患者的抱怨,这也不能吃,那也不能吃,饿死算了。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,首先,你必须得好好了解下糖尿病。 第一,变形三多亦少症状,所谓三多就是多饮,多食和多尿,所谓一少就是体重下降。 这是糖尿病最典型的症状,有时会一起出现,有时可能出现其中一种或两种以上。 第二,事物模糊,有些高血糖患者三多亦少的症状不典型,但是并发症的症状却很典型。 比如事物模糊,高血糖对血网膜有很大的伤害,糖尿病是网膜病便是糖尿病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之一, 所以发现血糖升高的人群,一定要定期检查眼底。 第三,刺激末端麻木。 很多人以手掌麻木来住院,以为自己是不是中风了,结果发现血糖升高。 糖尿病对神经的影响很大,有时不仅会引起味觉异常,还会导致周围神经病变,引起手足麻木,甚至是疼痛,对温度感觉差。 糖尿病患者必须要控制饮食,只有更好控制饮食,才能更好控制病发症。 不控制饮食血糖不可能控制得很好,但控制饮食,也并不意味着这也不能吃,那也不能吃,其实糖尿病饮食,也没那么复杂。 第一,少吃毒餐。 糖尿病患者,要记住不要吃得太饱,一顿气氛饱就可以了,可以少吃毒餐。 把热两只元的分配,不至于血糖一下子升高很多。 第二,不要喝汤,不吃零食,不吃油炸食物,汤的营养成分很高,但更易吸收,汤尿病最好不要喝汤。 零食中毛毛也含有高糖,比如饼干之类的,即便是无糖饼干,因为含有淀粉,也会升高血糖,油炸食物更不用说了,油脂太高。 第三,饮食上应该清淡为主,多吃新鲜蔬菜,可以补充油脂蛋白,比如鱼肉,瘦肉,鸡肉,牛肉,豆制品等等,但不要吃肥肉,动物内藏。 第四,糖尿病患者,血糖控制理想,可以吃水果,但最好两菜之间吃,可以选用糖分不高的水果,如食肉,苹果,无花果,或龙果等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